哈嘍大家 我是发现的梅少女 就算把眼睛折住 也还是很可爱的懂 在影片开始之前 先问大家一个问题 那个就是 蛤 什么 你说是文案上一个影片 好像有看过 哼 废话 我文案都没改的 当然一样啦 在最近呢 因为无聊嘛 所以就在网上找了一些新翻来看 然后我就看到了一部 以世界动画 太了念技术师开电影夜中 然后我就在想了 看字名字 虽然写着菜了 但应该又是一些 异世界龙凹天作品吧 那我还是先跳过字幕吧 毕竟异世界龙凹天的 也确实是看多了 我也想看个别的作品啊 但我今天除非要做十个新翻 突炒 不然我东就算是饿死死 外面从这里跳下去 也绝对不会打开字翻来看的 等等 这个是主角吗 好可爱啊 决定了 今天就算是世界波乐 也不能阻止我看字翻啊 毕竟看该有美少女的作品了 而且那个美少女还是自己喜欢的那种 有错吗 不 根本就没有错嘛 今天我根本就没有犯法 所以这方我今天是看定的 于是看上主角可爱的我 啊不是 是对这番感兴趣的我呢 就打开了这番来看了 然后就有了景点的影片内容了 那我也知道你们一定是不想看到我继续说废话的了 所以我们就废话不多说了 马上来简单说一下 是不是用NG改篇的情感动画 菜鸟链记书是开店营业中 那故事讲述 我们的猪脚杀的杀 本来应该要有一个幸福的童年的 但在小时候父母被抢到杀害了 他也因此变成了孤儿并住进了孤儿院 可能是为了跑避现实 他开始非常努力的学习 并希望自己野人和父母一样 成为炼金术师开一间属于自己的店 那想要成为炼金术师的话呢 就必须拿到资格 于是他就进入了玩家炼金术师培训学校 他也非常努力的学习 从中还需要去打工赚取生活费 打工的地方呢还是大师级炼金术师 奥菲利亚的商店 他也成为了奥菲利亚的徒弟 但因为网路的生活还没人交到朋友 不过虽然是没有朋友啦 但至少努力不是白费的 基本上还是以第一名的神机从学校毕业的 毕业后奥菲利亚买下了 由库存的商店送给了沙勒沙 之后就是开店生活了 大概都进行九十这样 那这个动画如果要说特色的话呢 大概就适合七月的《以时间要君》一样 都不是以龙奥天为重点的 而是开店的生活 那这部就是多了看美少女的部分 那剧情方面呢 简单来说就是普通啦 没什么会让我觉得特别的地方 但我也不会说不好看啦 毕竟看这番的 我想应该都是从这角色去的吧 所以剧情的话呢 其实只要不会太差呢 我都觉得没什么问题的 而且这番中每个人都是好人 也不会有什么开店危机了 所以剧情呢 不会是我们最主要关注的 最主要关注的应该是角色的刻画上的 那角色来说的话呢 其实最重点说的就是我们的沙热沙了 那对于沙热沙的刻画呢 我个人是觉得不错的 比如我就特别喜欢 对于钱的生命的价值观 在第三集中 他要准备以示他人的时候呢 他是先表示是会花很多钱的 还表示把生命和钱 放在同一个篇屏有什么错吗 毕竟你们采集价就是用生命来赚钱的 这个直接让我想到了怪异黑杰克 那这个观点呢 也把他的特色展现了出来的 不是他总非常圣母的 但就算你不选择救他 他也还是会去救他的 代表了他并不能选 他只是有自己的想法和看法而已 所以我个人是挺喜欢的 然后是他的师父 欧菲利亚吧 毕竟是帮助沙热沙走到之里的人 所以他的剧情呢 虽然没有很多 但也不会是说废话的 但是各种帮助沙热沙的表现 对于师父来说呢 我个人觉得这样的戏份和剧情呢 是没有问题的 也是目前第二个 科幻的比较好的角色 至于其他三人就... 感觉比较像是在一旁 感叹沙热沙实力的人吧 就好像是沙热沙做了一些 好像很厉害的事情 然后他们就在旁边说 不怪是店长大人啊 这样的感觉吧 不然就是偶尔提一下开店的建议 然后找素材的时候呢 让沙热沙有机会展现实力吧 不过角色的特点呢 还是有的 接下来就是看看 他们能不能有更多的剧情和表现的机会吧 那画面的话呢 其实也没什么大问题啦 打斗的画面呢 其实也就那样啦 大家一刀把之前说到很强的魔物干掉 也是很正常的啦 毕竟还是那剧嘛 都是来看美少女的 平时的画面没崩就很好了 不过看了最新的第一发情后呢 我突然觉得 果然有些时候 表情会成为增加观看体验的重要因素吧 所以总结来说呢就是 字幕就是剧情还行画面还行人物不错的作品 不会不好看但也不会特别好看 我个人的评价就是总归中举 不过就是想看看美少女的字幕是可以看的 但如果你想说想要看到特别厉害的剧情什么的 那字幕你可以先pass了 等哪一天你想看到比较轻松的作品时呢 再看也不迟的 好就这样 字幕的感想部分呢 我是真的想不到还能说什么的 所以我们就在这里结束影片吧 毕竟都想不到要说什么了 那我就不想因自己想了 毕竟想有的瓜不甜嘛 而且这样的话呢 我就要少剪几分钟的影片了 好那如果你想要这个影片的话呢 不需要做些什么 只要你喜欢我就满足了 但如果你不喜欢的话 连赛随时坏你 那我们就下个影片见 拜拜 不如,我们都会带主打薄写 这位是我的店铺勤 不原本啊 不原本吧